大家好,请收看这本书吧 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全新思维 它将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变化 副题目是六种力量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这不是很有噱头吗 这并不是威严耸听 本书的创立者丹尼尔 平克是一位杰出的未来学家和趋势专家 被誉为21世纪的商界先驱 你看看,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先驱者在思考 去寻找别人没有的道路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众所周知 我们的大脑是由大脑进行逻辑分析的 我们以前总以为只要学会了数学和物理 就可以纵横世界了,对不对 我们的整个教学体系都是用来培养左脑的 而笔者则相信 在将来的大背景下 一位关注左脑会使你失去竞争优势 如果你继续沿着一条看似光荣 伟大、正确的道路 那么你的地位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底层 为什么会这样说? 众所周知,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四肢是一种扩展 而当我们的各种手段变得更加多元化时 它们的作用就会逐渐地向外部扩展 例如,我们的脚就像是一辆车 而电话就是我们的感觉 我们之前认为 我们的脑部机能没有得到扩展 对吗? 我们不能用仪器来思考 不过,我们的脑子也分为两个部分 那就是我们的左脑 它的计算能力 记忆能力 逻辑能力 都要远远超过我们的左脑 那么,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唯一还活着的 就是那个善于想象 善于创造 善于图像化思考的人了 而右脑的发展 就成为了一个人未来的核心 现在让我们谈谈三个 促使我们转变为右脑型思考的动机 以及我们今后要具备的六种基本技能 第一段 为什么右脑会突然间变得这么有意义? 这其中,除了AI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第一个理由 就是我们拥有了大量的物资 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水平 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可以从商场里购买到更多的商品 比如洗头发 比如牙刷 比如你有足够的资金 可以购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艰难的抉择阶段 我们之前只注重使用 马桶盖是为了坐下 而手表则是为了计时 结果怎么样? 马桶盖也不再是个马桶了 不仅要能用 还要要美观 还要从国外买来 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美观 追求品质 追求风格 追求的是心灵上的享受 越来越多的事情 不以实际为目的 就拿蜡烛来说 这年头 还有人用吗? 虽然只是一个摆设 但也能让烛光公司的销量 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也就是说消费者的需要是不断改变的 假如你仅仅能提供一些基本的功能 而不能通过你的大脑来让它更有意义 那么你的产品就会陷入困境 第二个理由是 亚洲正在兴起 本文的撰稿人是一位美国人 在他看来 当亚洲的兴起 我们这里的青年 将会逐步取代他们的青年职位 就像我们中国人 只要很吃苦 不怕累 就会去做别人不想做的工作 而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 去做他们不想做的工作 对于欧洲及北美的学者而言 他们的竞争对象 并非来自周围国家 而是来自亚洲的青年 如今通信费用接近于零 因此出现了许多外包企业 比如在美国 一名计算机程序设计师的 年收入超过70万 而在印度 一个年轻的工程师 却可以轻松地做一份工作 而成本却是美国的25分之一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美国公司肯定会很乐意 将这项工作交给别人 通用电器印度分部总裁 在一次访谈中表示 只要是讲英语的人 都能在印度找到工作 只是你的想象力不够 这种状况并非只存在于印度 而是全球范围内 很多的知识产业都被外包了 例如摩托罗拉 英特尔等公司 都将自己的软件开发 到了俄罗斯 而匈牙利的设计师 则负责加尼弗尼亚公司的图纸 菲律宾的会计师 则负责欧洲顾问公司的审核 而中国的许多设计师 则负责荷兰菲利普的设计工作 在别的地方 相同的工作费用是十分之一 这种工作肯定是外包的 所以 你要是还把精力放在了左脑上 那么你的竞争者 就不会是隔壁小明了 而是来自其他地方 一个更勤奋 更便宜的小明了 第三点 就是发展AI 你注意到了吗 凡是要求逻辑推理的事情 计算机都能做得更好 有一种说法 就像是大脑的铲子 会将大部分的工作都用来做 就拿程序员 医生 律师来说 这都是很高级的工作 但他们的逻辑技能却很多 在做决定的过程中 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 来做出决定 比如 你是否患上了流感 比如流感 比如该做什么 总之 有三种原因 使得大脑的作用越来越小 一个是物资丰富 一个是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外包 另一个则是发展了AI 这三种无法抵抗的因素 将我们从资讯社会 推进到关键社会 因此我们要学习用又脑化思维 要在这个新的世界里 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的解答 第一点 你所从事的工作 是否会让你的工作花费低于你的费用 第二点 将来你的工作 计算机会不会比你更好更快速 你是否正在与计算机竞争 第三点 在这个不注重实用性的年代 你的产品是否超出了实际需要 是否可以让使用者的心理需要得到充分的体现 让使用者在享用你的产品时 产生一种画面的联想 你要是能做到这一步 你的进步就会更快 就像是在升降机上一样 只要你努力一下 就能拿到一个好的分数 而不能达到这个标准 就如同乘坐一步向下的电梯 就算再怎么拼命 也只会缓慢地往上爬 这就是潮流的威力 第二段 六种能力 三种感知 三种力量 本文针对这个潮流 笔者列举了六个将来的人才最重要的六个方面 即三十三力 三种感受 三种不同的能力 所谓三感 就是设计感 娱乐性 意义性 三力是故事力 是交流力 事情感力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真正含义 第一个是有创意的 有一则新闻 说一名老资格的设计师 平日里总爱为小朋友做慈善讲座 他总是会在发言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这里有几位是画家 举手吧 此时 他已经注意到了一个现象 一年级的同学 几乎所有人都会举起双手 认为自己是一名画家 三年级的话 大概有五成左右的人会举起双手 到六年级的时候 几乎没有学生会举起自己的双手 这意味着我们的教学 会抹掉人们与生俱来的设计意识 你以前以为 设计师都是一种更专业的工作 不去当设计师 那我为什么要去学习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成为一个设计师 而是一项很强的技能 这个技能需要一个人对时尚和艺术的执着 在你的视线中 你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而不是花钱购买商品 而是花钱购买 就拿现在来说 每一次新的一款新的 你都会希望有一款新的 就算你的六很好用 等期发布了 你也会迫不及待地去买一台新的 您是否支付了新增加的特性 当然不是 苹果的全部性能 我们用的还不到20% 就是为了好看 为了新颖 为了美观 更准确地说 一件产品所能带来的价值 就是它的设计 伦敦商业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设计上的投资增长中 企业的销售额和盈利将会平均增长4% 就拿宝马公司的设计师来说 他们做的不是车 而是一种艺术 福特还声称 福特的动力早就被时尚所取代 而消费者则是为它的设计付出代价 甚至美国的政府机构 都在致力于这种新的罗马字 在2004年 美国政府已经废除了12个字母的 等宽的12个字母 为什么 新的字体看上去更有美感 因此 美学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 它是一种通过本能去获取和优化的技能 人类的能力是机械无法替代的 在将来更有竞争性的东西不会便宜 也不会更好用 而是更漂亮 唯有对美的理解 你就可以摆脱价格的纷争 走上更高的舞台 那么该如何练习设计 笔者认为 只有多观察 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用照相机记录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所有丑陋的事情 然后再考虑一下自己的缺点 你也可以拍摄一些 你认为很漂亮的地方 看看哪些地方让你心动 哪些要素让你着迷 让你去做 怎样才能让你更加的完善 另外 要多到艺术博物馆里看看 多看看那些设计期刊 多看看人生 这样才能逐渐养成自己的设计意识 美是要靠自己去摸索和培养的 第二种就是玩 所谓的娱乐性 并非指你会说一个笑话就能让你开心 它指的是 它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就好像你的基因已经渗透进了你的身体 渗透进了企业的内部 让企业的文化变得更加有趣 再过去 这种娱乐的风气就是一种闲暇的休闲方式 亨利 福特说 工作要做得很好 要做得很开心 要知道 在工业年代 人们总是要将工作和休闲分离 在福特的工厂里 有一条规矩 那就是不许工人们开怀大笑 福特公司一名名为约翰 盖洛的经理于1940年被辞退 是因为他和他的一名同事开了个玩笑 导致了一条流水线延迟了大约30秒 从而导致了重大的亏损 之前还得认真工作 可如今不同了 不懂得幽默感 那么你的人脉就会变得很差 你的产品没有任何的乐趣 你的客户也不一定会喜欢你 因为乐趣是一种很关键的能力 也许你会问 我本来就很认真 这要做什么 我也不会说 你之所以一本正经 是因为你的大脑 已经被你的大脑所支配 你的大脑会根据你的逻辑来进行思考 而现在 你的幽默却会让你的大脑停止运转 假如你认为只有这样的事情 你会微笑 那么你是错误的 事实上 微笑也可以是没有原因的 你见过孩子一天都在大笑 还需要什么原因 他不用 他就会无缘无故的大笑 他一笑 周围的人都跟着他一起笑 在印度 有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的会员们 在早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 都要开怀大笑 看上去很奇怪吧 但是 当他大笑过后 他说 这一天的情绪非常好 精力也非常旺盛 因此 这种微笑和瑜伽 明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让人的头脑变得清明 让人的精神放松 这样说 仅仅是为了使人们对休闲的关注 不再仅仅将其视为工作以外的一种消闲 而应该将其与日常的工作结合在一起 使工作更好 第三个是正义 这种感觉很模糊 但实际上却是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中的自我满足 在吃不上饭之前 谁也不会在乎什么 工作是为了钱 一切都是为了钱 谁还有时间考虑什么 不过 当你的实力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之后 它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是否被他人所需 是否值得 是否可以将你所从事的事情与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结合起来 在将来 有意义的人都会去寻找自己的目标 去追求自己的最大的价值 意义是你自己想要的 你说了 你说不是 也不是 反正我们的星球早晚都要炸了 那么如何寻找有价值的东西 学习如何将自己所做的事情与一个非常好的目的结合起来 就像我的工作 就是讲故事 这种工作自古就有 没有特殊之处 不过我觉得 这种东西也许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帮助你迅速地学会 节约你的时间 也许会成为一项转变你的职业 想到这里 我的工作就充满了活力 因此 意思就是你为自己找到的 并且要你自己去给予它 以上我们谈到三感 设计感 娱乐性和意志性 接下来我们谈谈三例 首先是故事的力量 你会不会说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所谓情节 就是将讯息放在一个情境中 使讯息产生某种情绪上的冲击 就像我说的 女王和国王都死了一样 但是要是我告诉你 皇后已经去世了 她的心也会痛得要命 在这个小插曲中 增加了一个小小的伤心 一个伤心的人 一个人的心情 一个人的故事 需要用到太多的感情 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在商务中也日益被人们所关注 假设你眼前有两款酒 价格 口味 包装都差不多 但前者却用了许多形容语来形容 比如味道好 质量好 卖香好等等 第二种是关于一对来自乡下的姊妹的传说 他们的家族世代都在做酒 有一次 他们的酒方失火了 他们的老爸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了火场 得到了一张配方 结果他们的老爸也受了很重的伤 在他去世之前 他的老爸就将配方交给了他们 让他们好好传承 他们准备把每种葡萄酒都拿出来 作为自己的爸爸 作为对他的一种敬意 现在他们的捐款已超过一百万 救助了三千多名贫困学生 虽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但却很有说服力 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如果让他选择两种不同的葡萄酒 他多半会选择最后一种 这就是将这个案例应用到了业务中 好莱坞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罗伯特 买机他曾经出版了一部名为故事的畅销小说 他也常常举办线下的演讲 但后来他发现 来听讲座的大部分都是生意人 而不是作家 这让他有一种自己不像是一个作家 更像是一个公司的教练 我想每个人都知道 说的话有多重要 但如何才能学会说故事 这位作家提出的办法是 要多做一些小型的短片 通常要多做一百个词 就拿老李来说吧 他是五兄弟中的三弟 十六岁那年 老李离家出走 走遍了世界各地 最终在北京安顿了下来 并与一位好太太结了婚 然而 他们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 他们老是过着过日子的日子 而他们的子女 也常常令他们忧心忡忡 有的时候 老李真的很想一走了之 可是他没有这么干 他的老婆还有一年多的寿命 就是这么一个短短的一百个词 人物 关系 铺垫 转折 随便你怎么写都行 就像是在地铁里 遇见了两个不认识的人 你可以把他们俩的关系说出来 在阅读了你的电话照片后 你还可以按照里面的内容 来写一些短片的短片 不但可以提高你的极其写作水平 同时也会让你变得有趣 第二个问题 就是思考能力 实际上 就是一种能够将各种不相容的元素 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这是一种右脑的思维方式 讲究全局 不会纠结于细节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多面抢劫的天赋 事实上 你有没有注意到 所有的技术 都是从网络公司变成了最大的汽车服务商 从一个生产电池的公司 变成了一个汽车制造商 再到一个游戏公司变成了一个影视公司 现在到处都是不同的越境抢劫 如果你还顾不自封 不拓展自己的眼线 那么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那么如何进行这样的跨文化思考 这位作家说 最好是通过隐喻来进行 我们过去常常用隐喻来了解事情 但这次却要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人的思考方式主要是形象化的 要理解一种新的知识 首先要想到的就是用类笔来将其转换为你所熟知的 通过比喻 你可以用一种比喻的笔记本 记录你所想到的和听到的比喻 你也可以用你的电话记录 第三个特点就是同理心 能与他人有同感 我们之前一直倡导理智思维 你要展现出高智商 就要用不含感情的态度来进行客观的分析 一切书籍都教导我们要理智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机械要比你强大得多 人类的情绪是无法被机械所取代的 就向你的女友生气了 他就会向你诉苦 大部分人都会在一二三四的时候想到一个办法 事实上 现在的女孩子并不是来找你帮忙的 她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而用脑思考则是感受到她的情感在进行指导 比如她不开心 你就装出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和她一样 认真地倾听她的声音 等她讲完了 她就会明白 你能感觉到她的心情 你就会告诉她一些有趣的东西 让她感觉到你更了解她 这不正是之前提到的画家吗 画家用自己的音乐来抒发我们的情感 我们都很难过 所以有一个人就会唱一支忧郁的歌曲 我们一听到 就会想啊 那个歌手和我真的很般配 一个好的演员 都有很强的同情心 他们可以很快地理解到一个人的心情 并且将自己带入到一个新的状态之中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在演戏 因此 歌星和艺人是最流行的 而他们的歌迷 也会因为一首歌 一部电影 而喜欢上了他们 因此 理解一个人的情感 理解他的想法 他的情感 他的思维方式 都是他最需要的 让我们回头看看 本书着重指出 将来我们要从左右思考转变为思考 有三个理由促使我们这么干 一是物资丰富 二是因为信息技术的便利 二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兴计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 及三个方面的知识 所谓三感 就是设计 娱乐性 以及意义 三例是故事力 是交流力 事情感力 我们若能够培育出这种才能 那就是生活在潮流之中 事实上 我们都是与生俱来的 只是被外界的因素所克制 我们的先辈早就会在山洞里讲故事 会设计工具 会发明 我们要在使用这些知识的时候 注意情绪 找回丢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